为了要充实教学的质量,提升实习课程的内容 兰开科技大学特别增建车辆实习工厂 提供学生实习课程更先进的技术 这次增建为第三期的实习工厂 主要以电动车实习与教学为主 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有相当大的帮助 动土典礼首先举行祭拜仪式 祈求当地土地工地基组必有工程顺利 随后举行动土 由学校董事长荣基叶、校长徐冲兴 以及营造公司总经理陈冲吉等人一起动土 校长徐冲兴表示 这次是车辆工厂第三期工程的动土典礼 车辆工厂的工程有三个阶段 第一期以基础教学为主 第二期则增设甲级检定教室 第三期就车辆产业的发展 针对电动车的设计为主要 今天是南开科技大学车辆工厂第三期工程的动土典礼 南开科技大学的车辆工程的工程 其实是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当然是在第一期 那我们车辆系刚创设的时候 那第一期的工厂其实是作为基础教学 还有以及检定厂之用 那第二期的这一个工程 工厂基本上我们为了增加同学技能的培训 所以我们在第二期的工厂增设了这个甲级的这个检定厂 那今天动土的典礼的第三期的工程 其实是南开科技大学就车辆汽车产业的发展 体会到了先进车辆电动车的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 还有产业发展的趋势 所以我们打造第三期的车辆工厂 希望能够在电动车的这个人才培育上面 有更好的这个空间跟设备 让同学熟悉电动车的这个发展 车辆工程系的学生表示 对于第三期实习工厂的新建保持的相当大的期待 由于目前汽车业界的导向以电动车为主 对于未来就业市场的需求 也是以相关科技为主要 因此一夜后就可以马上和业界接轨 对于学生有相当大的力多 我要非常期待这个新工厂的扩建 因为扩建新工厂之后 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让我们学习到一些食物上的一些操作 这样跟外面学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东西了 这样变成让我们去外面的时候 可以有更好的技术 可以先在外面实习 就不用从学徒做起了 学校就会先把我们训练成 跟外面差不多的一些技术 跟一些食物经验这样子 很感谢学校能提供这次的机会 然后让我们能学习到双臂的课程 也能让我们去实际去运用 我们平常所学的课程 然后再运用在更高科技的车辆科技上面 南开科技大学车辆工程系 自民国93年创办至今 培养相当多的业界人才 为了要让学生未来毕业后 能够直接与生产线接轨 学校这次投入了1500万 兴建国产车以及电动车 保修人才培育基地 也是目前各大专院校 最先进的设计维修培训学校 记者陈云志 草团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